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石版 隋朝初年 灾荒频发民不聊生 隋文帝阳间建一仓帮灾民度过难关 一仓是如何运行的 在出现贪腐问题后 隋文帝做了哪些调整 保证了一仓的正常运转 隋文帝率百官集体讨饭的举动 包含着他怎样的忧虑和无奈 河南省商丘市国家税务局局长刘亦峰 为您解读系列节目 《税事春秋》第七集 楚梁被荒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公元5811年2月 杨坚登上皇帝宝座 建立了隋朝 这杨坚就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隋文帝 话说杨坚虽然当了皇帝 可他心里却不踏实 为什么呢 当时的隋朝啊 可谓是福贝受敌 危机重重 这江南有陈朝的虎视眈眈 北方和西方还有东西突厥 不时侵扰边境 眼看着这战事是一出几发 文帝却犯了难 国家立足未稳 还没有建立几筹集财政收入的制度 国家粮库呢 现在也是空空如也 可常言道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一旦这仗打起来 国库里没有粮食 这可如何是好呢 因此文帝准备防照前朝的做法 开征农业税 也就是向耕地的百姓 征收一定比例的税粮 可这问题又来了 原来啊 战乱之后 百姓是死的死 逃的逃 大量的田地荒芜 没人耕种 这百姓不种地 国家向谁收税啊 看来必须首先 先让百姓回到田间地头 开展粮食生产 于是隋文帝立刻颁布了 均田令 规定 一户农家 国家分给140亩田地 同时实施低税率的农业税 每户每年只需要缴三淡粮食 在当时啊 这三淡粮食 仅相当于一亩地的产粮 这样算下来呢 农业税率不到百分之一 是相当低的 军典令颁布之后 老百姓一看 有地众 扶税又轻 纷纷开荒墾田 开始向国家较粮 当年呢 国家就收到了 一千一百一万弹的税粮 这才算是初步缓解了 隋朝初年粮食紧张的局面 这边刚刚解决了粮食紧张的问题 那边呢 隋文帝就开始着手 阻止大军 渡江攻打到的新患之一 陈朝 公元584年 隋文帝阳间调兵前将 准备挥师南下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掌管钱粮的民部上书长孙平 却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这个消息 让隋文帝统一天下的计划 被迫割前 长孙平报告说 今年京城地区发生了旱灾 老百姓没有粮食吃 鸡民们吃光了草根 树皮 观音土 甚至在京城近郊 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 多地的瘟疫呢 也开始悄悄蔓延 现在大量的鸡民正涌向京城 要是不能尽快发放旧灾粮 只怕是要出大乱子 这文帝一请当时就急了 问道 这汉情我早就知道 当时我就安排官员开仓放粮了 难道百姓还吃不包肚子吗 原来啊 就在发生汉灾的头一年 文帝准备攻大陈朝 为了保证战争说许的粮草 他在陕西河南等地建了三个大粮仓 命令把军填令下 百姓上交给国家的一部分粮食 储存在这些粮仓里 并任命有专门的官员来管理 由于这些粮仓为国家管理 因此也叫做官仓 本来文帝建立官仓是为了打仗 随时供应给前线的军队的 当官仓建立不久 就看上了汉灾 于是文帝盲从官仓里 调拨一部分军粮 以较低的价格出售 振机灾民 面对文帝官仓没有发挥作用的疑问 张清平回道 陛下呀 这官仓刚刚进宫 还没有囤积足够的粮食 再说就算官仓有粮 现在为何河道堵塞 千里迢迢运来京城 短时间内也无法到达灾区 这远粮接不了禁机呀 更何况 就算是这粮食运到了灾区 好多灾民是深无分文 即使你价格再低 他们也买不起这地价粮啊 文帝一听是心急如焚 这样下去 不用外敌来攻打 光是饥荒 就足以让我的皇位不保 我还打个什么仗啊 先救灾吧 文帝下令 一是把国家储备的军粮 全部发放给灾民 二是紧急疏通 为何河道 确保外地官仓的粮食 尽早运到灾区 三是对受灾严重的灾民 施施免费救助 先让鸡民吃上饭再说 此外呢 还动员各级官员富豪 施施爱心捐助 以弥补当前救灾粮的缺口 由于措施得力 上下奴隶 灾情总算在第二年的五月 得到了缓解 文帝这才长出一口气 频繁的灾海 让隋文帝统一天下的计划难以实施 就在他为此忧心忡忡的时候 一个来自民间的方法 让隋文帝化解的疑难 这是一个怎样的良方呢 河南省商丘市国家税务局局长 刘一峰为您继续解读 系列节目 税事春秋第七集 储粮被荒 灾情缓解没有多久 张孙廷就向文帝上奏说 这次大喊 由于陛下应对及时 灾民都得到了救助 百姓都称赞您是 红恩大的前骨未必 那些官员夫妇都争作献出家战 救济灾民 这都是陛下您平时教化有方 爱您如此的结果呀 听到这些 文帝连上献出得意的神色 然而张孙廷画风一转 可是陛下 这次救灾的成功是相当侥幸啊 一来 陈朝没有趁灾荒攻打咱们 二来呢 官员夫妇觉悟很高 是永远捐助 三来外地的救灾粮 能够运到灾区 这三个条件 如果哪一个缺少 后果都是不堪设想啊 张孙廷的话 敲响了文帝心中的警钟 沉思良久 文帝是深有感触地说 是啊 救灾不能靠临时报佛教啊 古人常说未雨绸缪 只有局安思维 才能有备无患啊 看来必须加紧建造官仓 多储备粮食 只有官仓充足了 才能应对灾荒 哪知道 长孙廷却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陛下 的确是要除粮备荒 但仅靠官仓 很难满足救灾之需啊 陈发现 官仓建的再多 都是有偿救济 说到底 最终都在靠灾民 自己花钱买粮 可是灾民们 大多是一贫如洗 粮价再低 也买不起啊 就拿这次救灾来说吧 灾情发生之初 因为买不起粮食 而饿死的百姓 是相当多啊 听到长孙平的话 隋文帝陷入了沉思 既然如此 那国家能不能无偿救助呢 文帝很快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前面说过 隋文帝推行军前令 刚刚三年 粮食生产还在齐步阶段 国家粮食储备还很不足 而旧灾说起的粮食 可是个无敌动啊 动着都是数千万斤 要是斗五常供应 国家哪能吃得消啊 那么怎么样才能做到 既让灾民得到无偿救助 又不加重国家的负担呢 文帝把自己心中的疑问 向长孙平和盘托出 长孙平是早有准备 说到前一段 伟臣回老家探亲 发现很少引灾荒饿死人的 一答题 原来就是在这除粮备荒上 有个好办法 在我老家呀 老百姓啊 一直信奉劳租重 说的这样一句话 就是情代雨伞 宝贝鸡粮 每到秋收 乡亲们便把自己的一部分收成 搅到村舍的粮仓 由族长同意管理 这搅粮的标准呢 就是家境好的多出点 家境差的呢 少出点 如果发生了灾荒 就再有族长根据各家受灾程度 发放粮食 这粮仓可是救了很多乡亲的命啊 因此乡亲们都亲切地称它为 义仓 陛下 这义仓可是个好东西啊 这样村里面除粮备荒 不花国家的钱 百姓还能得到无偿救助 只要村村都有异仓 哪个村遭灾了 灾民们都先从本村的异仓那里 及时得到救助 这不正是解决了除粮的难题吗 所以陈建议推广这种做法 在全国各地建立异仓 听了掌孙平的建议 隋文帝很是赞赏 好啊 这样的好办法理应推广 于是隋文帝从当年的秋季 在全国推行义仓制度 义仓制度规定 各个村舍都要建立义仓 这义仓呢 由本村的百姓 推举有威望的人来管理 老百姓秋收后 自愿捐出一部分粮食 储存在义仓 有米的捐米 有麦的交麦 而为了不增加百姓的负担 还特别规定 捐出的粮食最多不超过一单 由于官方大力倡导 又是为百姓考虑 所以老百姓缴粮的积极性 是很高的 很快 各村的义仓都堆满了粮食 而隋朝此时的防灾救灾手段 也由过去的仅靠官仓赈灾 专为义仓为主 官仓卫服的方式 就是说 灾荒爆发后 先依靠义仓救助百姓 义仓粮食不足 再开放光仓放粮 公元586年 就在义仓建立的第二年 山东等地遭遇了多年不遇的水灾 但是这次文帝应对起来就从容多了 手中有粮 欲灾不荒啊 他要求各地开放义仓 就近阵机灾民 同时开放光仓 低价发放旧灾量三百多万弹 这样 官仓义仓相结合 很快渡过了灾黄 这义仓从公元585年建立以来 四年间隋朝经历了大灾其死 由于救灾手段给力 很快就转为伟丸 没有了后顾之忧 公元588年 文帝决定八兵攻打江南的陈朝 只用了短短五个月的时间 隋军就灭亡了陈朝一统中原 舱中有粮 心中不慌 隋文帝阳间深切体会到了 义仓的好处 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义仓制度 一转眼度过了五个风调雨顺的年头 公元594年 山东齐州和京城发生旱灾 阳间下令开仓放粮 然而这回义仓却没有发挥作用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文帝赶紧派官员调查义仓的问题 很快 官员回报 有的义仓是空空如业 而有很多义仓尽管有存粮 但粮食都腐烂变质 隋文帝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义仓制度已经推行了十个年头 一直都很给力 再加上近五年都是风调雨顺 义仓存粮 应该很宠足才对啊 怎么就出问题了呢 原来这问题啊 恰恰就出在连续五年的风调雨顺上 咱们前面说过 这义仓的粮食都是靠百姓自愿捐助的 民间管理的 这百姓一看 近年来没什么栽荒 也就不怎么像义仓脚梁了 久而久之 这义仓就没什么囤积了 更有甚至 咱们前面说过 管理义仓的都是当地有威望的百姓 没有义官半职 都是义务管理 管理不好也没什么责任 因此 很多义仓管理员 王虎之手 疏于管理 本来好好的粮食 因此而腐烂变质 白白浪费了 文帝一看 这义仓是指望不上了 于是 赶紧开放官仓 这个时候 官仓的粮食成了救命粮 隋文帝把全部希望都放在官仓上了 然而让杨坚意想不到的是 一向管理严格的官仓也出了问题 负责掌管官仓的官员 竟然趁机哄抬物价 倒卖官粮 发起了国难财 听说此事隋文帝大怒 严并彻查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借机敛财的人 正是辅佐他登上地位的 泰国元勋 卢奔 原来啊 灾情爆发后 卢奔利用职权 他先是下令 其楼各大粮件都不准向灾民受粮 彼得灾民只好去官仓买粮 自己呢 又趁机坐地去价 把本应低价出售的旧灾粮 以数十倍的高价卖给灾民 解发鲁奔的奏者堆满了皇帝的笼案 正在为关中救灾之士闹心的隋文帝 看到满桌子的举报警 当场是大发雷霆 下令把鲁奔一炉到底废为平民 这发火归发火 处罚归处罚 可眼下最紧要的还是灾民的吃饭问题啊 文帝立即从外地的官仓调用粮食到齐州 齐州灾情很快得到了缓解 这齐州的灾情缓解了 可京城的大批灾民怎么办呢 公养五九四年八月的一天 看到京城灾民已经三个多月吃不饱饭 文帝做了一件 历代皇帝在位时都不曾做的事 什么事呢 逃饭 皇帝逃饭 这是亘古未有的新现实 隋文帝竟然亲自率领大批灾民外出要饭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让灾民吃上了旧灾粮 为何满朝大臣却吃起了难以下咽的豆皮杂糠 河南省商丘市国家税务局局长刘一峰 为您继续解读系列节目 税势春秋第七集 楚梁备荒 从远古洪荒到现代文明 税如影随形 它见证了历史上的天灾战乱以及王朝的新品 一部税史成为人类历史的缩影 税起源于何时 它是在什么情况下产生的 历史上的税有哪些 大禹治水 齐皇宫称霸汉武帝开拓边疆和治税有怎样的关联 王莽改制王国 李自成起义失败和税收又有什么关系 河南省商丘市国税局局长刘一峰为您解读 税是春秋 他了解到洛阳的粮食比较充足 便亲率文武百官 带领京城地区的灾民从京城长安到千里之外的洛阳逃犯 于是在长安通往洛阳的官道上 行进着一支奇特的队伍 既有威严整齐的皇家卫队 也有一山蓝绿的灾民 可能有的观众朋友问了 在古代皇帝是九五之尊的 文帝明明可以派个钦差大臣什么的带着百姓讨饭 为什么还要亲自受这个罪呢 其实啊 文帝这次去讨饭 不仅仅是解决灾民的吃饭问题 更是要深入到灾民中间掌握第一手资料 要亲自去问一问 这官藏和异藏到底哪里出问题了 通过这一次下基层调研 文帝发现 这次官藏没有发挥作用 主要是卢奔之流贪赃王法所知 卢奔之所以会这样做 归根结底 还是不把老百姓的性命当回事 于是 文帝回到京城朝堂 指着灾民吃的豆皮和扎汤 痛心的说 我们天天山珍海味衣食无忧 可灾民们吃的却是这些 连牲口也不吃的东西啊 随即 文帝当作大臣的面 吃掉了眼前的豆皮和杂糠 大声斥责道 灾民们本可以吃到官府的旧灾粮 可就是少数官员 贪赃王法 哄抬良价 彼得百姓只能吃这些东西 既然如此 朕就让仪们都尝尝 当灾民的滋味 文帝把豆皮和杂糠分到大臣手中 命令他们吃掉 看着大臣们难以下焰的痛苦表情 文帝冷笑一声 说道 今后诸位在作官时 可别忘了今日这顿饭的滋味 豆皮杂糠的滋味 不仅让大臣们体会到了灾民的苦楚 同时也看到了隋文帝整顿励志的决心 此后各级官吏无不刻尽职守 官舱的监管得到了加强 但是义舱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呢 这次义舱的问题 表面上看是长期不受灾 百姓和义舱管理员麻痹大义 造成了粮食储备不足 腐败变质 可隋文帝在对灾区的调研中发现 根本原因还是在于 异常制度设计不合理 粮食储备不足的原因在于 现行的异常制度下 百姓捐粮缺少强制性 百姓捐粮数量的多少 粮食品质的好坏 全凭自决 很多百姓干脆不捐粮食 或者拿成粮和腐败的粮食重塑 同时呢 义舱都是有当地有威望的百姓 义无管理 管理好坏 全凭自决 很多管理员认为 反正这粮食都是大家的 自己不心疼 于是在管理义舱时 是争议之言 闭义之言 任由粮食 腐败变质 白白浪费 因此呢 文帝的义舱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 他先是将义舱粮由原来的民间自愿捐助 改为国家强制性征收 征收的标准 按照每户贫富程度 上等人家每户每年 脚量一旦一下 中等人家七斗一下 下等人家四斗一下 同时啊 由于原先义舱粮 都是百姓义务管理 即使管理不善 要无法责任追究 因此呢 文帝把义舱的管理权 从当地村舍收归到地方周县官府 由周县官府 是专门官员管理义舱 招人道人 这样一来啊 义舱 由之前民间自愿捐助的公益行为 转变为国家强制征收的税收 至此 义舱税也真正成为了隋朝防灾救灾的有效方法 而隋朝独创的义舱税 则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税 但是开征义舱税后 文帝仍然没有放松警惕 在他看来 义舱啊 只是灾民用尽手中的存粮后 国家救灾的最后防线 如果说百姓平常 轻而废捐 节俭意识淡薄 轻易浪费粮食 自己手头就没什么存粮 一到了灾黄时 就只能指望国家救济 因此 隋文帝在全社会大力倡导勤俭节约的新风上 文帝常常是一身作则 穿着衣服 补了又补 车子坏了 修修接着用 除了重要的样会 平时每顿吃饭 最多吃一个荤菜 在文帝的倡导下 隋朝是上下画质 举国上下 勤俭节约 唯然成风 据通监记载 隋始资出遍天下 各地粮仓 除弥宿 多这千万弹 少这不间数百万弹 天下一仓 又皆充满 咱们就按公元609年 隋朝全国户口 890多万户来计算 按照中等户 每户七斗的平均标准 每年的一仓税 要在六千万户以上 这就是七亿多斤的救灾粮 如果按每人每天 一斤粮食计算 一年靠一亿仓税 筹集的救灾粮 可以让全国的百姓 吃上半个月之久 纵观隋朝 灾难频发 隋文帝在这种情况下 从民间防灾救灾的智慧中 找寻灵感 在全国范围内 推行了一仓制度 并用税收的方式 规范了一仓的管理 首创了一仓税 文帝利用一仓税 取之一民 用之一民 造福一民 探索出了一条 用税收手段 引导百姓出粮 国家无常救助的 救灾心路子 同时 一仓税的创立和推行 传承和发扬了中华民族 位于筹谋 勤劳接点的传统美德 而这些传统美德 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 新活向传 生生不息的宝贵精神财富 好 今天这一讲先到这里 请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为您讲述唐德宗与两岁华